我是Tim 叶角才 我太太在10月14日息怒归主 过程是很平安 不是很辛苦 比较很多病人来说 我很感谢神 她是痛苦不多 医生是帮到她的 我有时问她你痛不痛 我说没有痛 辛苦不辛苦 也不是很辛苦 也没有一晚失眠 每晚都能睡觉 所以我很感谢神 她时时祈祷 她最好在睡觉的时候 能够识罗归主上天堂 她真的在睡觉的时候 所以她是没什么痛苦 很特别 我刚刚也放上YouTube 是英文的 有一个我们两个认识的朋友 叫Andrew Andrew在我太太 她没有病重的时候 见过她几次 和她一起祈祷 但在她生病的时候 也没有见到她 但她有一天 在1月3日 星期六早上 她早上醒了 她忽然间 她忽然间 她感觉很大 神的同在 然后她就 看到我坐在一个教堂 那不是我平时的教堂 那不是我平时的教堂 有时星期六晚去的地方 我坐在那裡 我太太就站在我旁边 她很漂亮 她有一句说话 我知道她真的是神秘的异象 因为 Andrew 她是世人 她不知道我太太 那么想 色奴归主 她不知道她 因为我太太 从很年轻 已经病了 十多岁 已经开始了 有不同的病 一直都吃中药 她有一句说话 她经常跟我说 如果有一天见到我 我见到她色奴归主 所以她说 我就跟她说 你现在不用受苦了 当时我太太跟她说的 什么话 就在这个异象里面 很大声说 I'm free I'm free 那时是十次 这个完全是我太太的那种表现 而Andrew 是不知道的 因为Andrew 听到她说 她想见到 福兴 能够更多人信耶稣 她听到这一方面 她想留在世界上 但她没有听到另一面 她很想释放 所以这句说话 令到我知道 她是很free 很free 这个真是我太太的那种心声 而另外 我太太拿着个蓝 旅行蓝 蓝上蓋着布 然后她就揭开蓝 一揭开的时候 很强的光 就去到Andrew 那里 Andrew 很强烈的感动 很感受爱 就哭了八个字 后来她看了钟 她就知道 哭了八个字 很感动 她觉得蓝是神给我的礼物 神要祝福我 使用我 祝福更多人 其实我很多时候都想起她 但我又不是很忧伤的 我想起她 我心里面 会想念那些日子 但我心里面 是很平安 很轻散 但我又打Bangball 现在我打Bangball 跟以前 进步了很多 因为我出去 跟那些人打 她们都是很竞争性的 她们又教我 我又看DVD 所以我一点都不是很忧伤 亦都很多事情做 很多 很活跃 很高兴和大家聊天 那说到这里 拜拜 拜拜 祝福你们 拜拜 拜拜